一个物体从高度100公尺的地方 自由落下 但是在2秒的时候 爆炸成质量相等的2片 自由落下这里讲的余意就是禁止事发 也就是出处是0 经过他讲掉到2秒的时候 2秒大概跑了一段位置时间了 然后这里的时候怎么样 炸成2片 炸成2个碎片 因为他有爆炸有威力 就会变成这个速度就会增加了 就跟人本的掉落的速度会不一样了 所以很快的他弹过以后弹开 对不对 就这样醒醒了 在这边再次就是这样弹开 然后这样对不对 那么再经过2秒 其中的一片着地了 什么意思 那他要问的是 这一片的位置高度是多少 了解意思吗 好 那这里要注意一点 其实这个2秒的因素你去看 不管他在什么时间爆炸的 对我们的执行来讲 不影响嘛 因为那爆炸是属于内力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一块碎片其实是从开始释放的时候到它这里落地的话 时间总时间其实是多少 因为它是再经2秒 爆炸之后再经2秒 爆炸之后是2秒 所以其实这个是几秒 4秒的时候落地嘛 OK 所以他要问你另外一块碎片的位置在哪边 那我不知道这个碎片怎么样 我还利用怎么样 我知道这片碎片 那我去看看4秒的时候这时候 实际的位置在哪里 总共是所以我现在要求的是整体来看 我们要求的就是4秒的时候这块碎片的高度是多少 但是我们可以从整体来看 这两个碎片的执行的位置我可以求出来 求出来以后 碎片知道执行位置也知道 是不是就可以求约碎片的位置 好 所以我要看看爆炸力属于内力 一样刚才讲的 所以你的碎片着地之前 因为它刚好刚着地 这时候还是可以符合的 对不对 那么你的碎片的执行的轨迹 是不是跟你物体没有爆炸的 自由落地的轨迹是一样的 好 所以T等4秒的时候 我问物体也就没有爆炸的执行的位置是多少呢 从这里注意一下算4秒的 直接就算4秒 位置怎么算 这跑了这一段的位置 这个位置怎么算 是不是等加速度运动 自由落地嘛 用哪里 给你时间 是用公式第二个 S等于V01加上2分之1的AB平方 那V01是0嘛 所以等2分之1的A 那加速度的G是10 乘以时间是不是 4秒就算算量是多少 80 所以这一段位移跑了是80 所以意思上这时候执行离地是多少呢 20 什么意思 好 那从这里我怎么算 如徒你就可以知道这是20 这一片碎片跟这一片碎片的是怎么样 碎片的相关的位置就是这一片碎片这一片碎片 所以你就得到你这个H就会整个多少 是不是这20 20 就会多少了 是不是40公尺 这里是1比2 那这里会多少了 这是20 那这里多少 10 那全部就是30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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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1 3